近日,有网友在巴黎街头的一家服装店里,偶遇了赵丽颖,不知是不是拍摄第20条时太过投入,导致还没能彻底从哑巴妈妈的角色中走出。 从视频中可以明显看出,赵丽颖虽然是在和朋友一起逛街,但是整个人的气场却异常沉闷。 虽然是出来游玩,但是赵丽颖不仅穿了一件黑色的大风衣,还戴了一顶纯黑色的渔夫帽,直接将她的大半张脸都遮住了。 除此之外,默默低着头跟在朋友身后的赵丽颖,似乎没有什么心情,整个人的身材在风衣的衬托下显得格外瘦弱。 和她旁边烫着张扬红发的朋友对比鲜明,明明是个人时间出来游玩,却这么没精神,让人不由地担忧。 赵丽颖是不是还没从电影《第20条》中好秀品这一角色中走出,毕竟这一次,她真的是贡献了太多的。 高光镜头,打脸了不知多少,满是假穷人,在影视剧,剧情新颖又大胆。 春节档上映的电影一般都是以喜剧和家欢类型为主。 张艺谋这次邀请雷佳音,玛丽,青丽主演《第20条》,显然就是希望能通过这两位演员,将这部片,普法的电影拍摄得轻松一些。 这样的拍摄角度实在新颖,雷佳音的演技毋庸置疑,而玛丽更是自带一张严肃又灰鞋的面孔。 她主演的电影《个人总票房》已经突破了180亿,这样一个,喜剧女王,在春节档出现,票房号赵丽简直绝了。 除此之外,范伟,张艺,于和伟,赵丽颖,高业等一众实力派演员来做配角,种种因素叠加起来,都让这部电影从质量上,甩了同期电影好几条街。 电影整体的剧情并不复杂,主要就是讲述雷佳音饰演的检察官,在鸡飞狗跳的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一系列。 遭心事,一共分了三条支线,分别是雷佳音儿子,为了阻止校园霸凌而动手打人,结果突然遭遇牢狱之灾。 范伟饰演的老人,在公交车上见义勇为,却被对方告上法庭,最后被判故意伤害。 在等待检察官上访的过程中,更是不幸遭遇了车祸,直接身亡。 最后一条,则是,聋哑家庭好秀品,一家为反抗多年压迫,奋起反抗时不幸造成的,命案。 这三个案件,从一个巧妙的角度串联在一起,让,到底什么才算正当防卫。 不知不觉,就成了所有观影人心中,最关注的问题,直抓人心。 在最后的公正会上,雷佳音坐在代表法律的检察官位置上,始终坚持正义,将真相和公正带给大家的时候,真的让不少观众效忠带泪,眼泪不自觉就流了下来。 很多看完电影的观众反馈,宣传还以为是蛮严肃的片子,看完之后真心觉得被宣传耽误了,不仅笑点满天飞,而且还真的用轻松幽默的方式,让人从中学到了相关的法律知识。 第20条的整体剧情是层层递进的,如果非要说这三个案件,哪个最让人揪心,那无疑就是,龙雅家庭好秀平一家,的遭遇了,真正了解,好秀平,在这部电影中的遭遇后,就完全明白,为何赵丽颖直到现在,似乎都还没能走出,角色阴影。 张艺谋这次,真的太敢拍了,龙雅人设定堪称一举,好秀平一家是村子里的最底层,夫妻俩本身就是残疾人,好不容易生下的女儿,更是查出先天性的遗传疾病,高昂的医药费,让两个人喘不过气。 为了给女儿治病,夫妻俩带着最后一丝希望,找到他们认为最有权势和财富的村长一家,从此背上了巨额高利贷。 自从欠了钱,本就经常被欺压的夫妻俩,彻底成为了村中恶霸刘文精的,一条狗。 为什么说老某子太敢拍,因为就阿如纳饰演的刘文精,对好秀平一家的做法来看,可能这夫妻俩,在他心里连条狗都不如。 每次刘文精来到两人的破房子里,周身都带着一股暴力的气息,对着好秀平的丈夫王永强各种羞辱,多次上手殴打不说。 甚至还逼王永强喝尿,将一家之主彻底踩进土里后,光天化日之下,刘文精将雅女好秀平扯进了他们的破屋子里。 当好秀平再次出现时,衣衫不整,满脸伤痕。 虽然这里张艺谋是采用暗示的角度拍摄,但是到底发生了什么?观众一目了然,现在还敢这么清晰地拍出,被欺压者真实穷困和痛苦,对影视剧真的不多了。 很多电视剧动不动就打着,底层小人物,的幌子,实际上却是住着大平层表演,无病身影,的戏码,最后再沾亲带顾来个打脸逆袭。 第二十条,却截然不同,赵丽颖饰演的好秀平即便已经快要精神崩溃了,但是她却连一声嚎叫都发不出来。 无声哀嚎的面容和颤抖的手语相互照应,真的给人带来极大的震撼。 张艺谋对好秀平一家,聋哑人,的设定,堪称点睛之笔。 他们没法发出声音,或者说,即便发出声音了,除了他们自己,也没有其他人能听见。 而这可能就是部分求助无门的底层人物的真实感受。 也难怪有观众看完,表示这次老毛子的拍摄分寸感,拿捏得真是让人,福气。 赵丽颖这次的演技也真的有种突破屏障的感觉,和当初花千古,心碎黑化石的感觉完全不同,判若两人。 雷佳音在接受采访时也曾说过,刚刚在片场见到赵丽颖时,她就已经是一个,色缩着身子。 不怎么敢和人交流,的沉默样子了。 一开始她还以为是赵丽颖比较高冷,后来才明白,那是因为她已经彻底沉浸在角色之中。 以这样的敬业精神投入电影拍摄,也难怪看过第20条的观众,大多都表示肯定了,将谱法融入到电影中,用喜剧作品,用真实做内核。 或许这次张艺谋的第20条,票房不是最高的,但是它所代表的意义,应该已经堪比,我不是药神了。 当初,我不是药神,用天价药和医保的冲突做杠杆,上映后就引起轩然大波,最终竟然真的推动了医保范围的拓展。 让部分价格高昂的特效药,真的被添加到了医保范围内。 而第20条,所指代的正当防卫,更是和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息息相关。 如果通过这部电影,让更多人明白正当防卫的限定和作用,或许会直接减少很多悲剧的发生。 从我不是药神,到孤注一掷,再到现在的第20条,可以明显看出,中国电影行业。 正在努力往更深层次探索,希望出现更多如张艺谋这样的好导演,也出现更多如雷佳音,玛丽,赵丽颖这样的好演员。 至于剩下的,就交给观众来评判吧。 好的作品不会被埋没,因为群众的目光是雪亮的。 好了,以上是本期的内容,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,欢迎订阅点赞转发,感谢大家的支持。